话不多说 亮哥来 今天我准备的议题呢 也蛮多的 我们就直接切入核心了 大家关心 马上这个全世界的注目焦点 最近都在中东啊 当然看世界杯 下个礼拜还有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中阿峰会 这一次传出来的消息 跟八月份不太一样 八月份传出习近平 要去沙古地阿拉伯 去沙特 当时的消息呢 是媒体爆出来 不过这一次涉及到的 中阿峰会 参加了的国家领袖 比较多 有多国都证实了 好几个国家都已经确定了 说12月9号登场 那沙国的外交部呢 也证实峰会会如期举办 而且还点出了 12月7号 日子都出来 说习近平在12月7号 会先抵达阿拉伯的首都利亚德 那对于这一点呢 这一次是 中共大陆驻杜拜的总领事 有说习近平出访的几率是高的 非常高的 所以虽然说大陆外交部 还没有证实习近平出访的日期 跟细节 但应该是八九不离时了 跟八月份相比的讯息来看的话 那如果习近平确定要去 或者是说中阿峰会如期登场 那从北京的大国外交战略来看 先请教一下 两个 因为所有大国外交都会循序渐进 对 这样子的铺陈下来 帮我们先解读一下 布局背后的这个思维吧 因为接下来如果去中东的话 我觉得北京还是从它的核心 在不断的扩大 那核心的话 我们广义讲就是东南亚 RCEP RCEP到中亚 然后中亚再往外沿 我们讲说一带一路 事实上它还是有核心部分 核心部分就是东南亚 那东南亚我认为是一个最完整的典范 就说它一开始是 这个东盟加一 2014年 然后到了2021年变成RCEP 然后双方不只有经贸上的多边贸易架构 而且有大量的基建 比如说中老铁路通车 那接下来是中老太 那搞不好越南段缅甸段也都会开工 所以这次在北京先建的越南 其实讯息就很多了 越南它还为了南海行为准则 我们先讲这个 如果是以经贸为主 我认为东南亚是做得最完整的 东南亚目前的贸易总额每年超过8000亿美元 那我觉得它大概就是要复制东南亚这样的一种模式 到各个区块 就说我有高度的互相贸易 然后有大量的基建 然后接下来有多边的经贸架构 那这个中东地区有一个特殊的 别的地方没有的特征 就是它不只是一个贸易区块 是一个中国基建投资的部位 而且它非常有钱 而且它有非常大的能源 所以这两个东西就是其他区块所没有的 钱跟能源 所以为什么特别值得注意 因为能源就构成了 这个世界会产生一个新的能源供应链 那这个供应链最大的买家就是中国 所以就会使得 这个能源这个区块 中国未来作为最大买家 他就有机会推出期货产品 那第二个就是 因为中东的国家有钱嘛 所以他就会把他的钱用各种资产配置的方式 在全世界出现 那我认为这一波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人民币资产 为什么呢 因为 我认为这是美国做了一件很错的事 美国不应该用SWIFT 来制裁俄罗斯 那甚至把人家的央行 公司 个人的资产都冻结了 让大家知道如果到时候得罪美国得罪SWIFT系统 可能出现的状况 就找替代避险的方式 那我们讲白了嘛 中东国家难道没有这种忧虑吗 如果说美方 接下来或西方世界要用人权方言来质疑中东的话 他们也是同一路 而且永康我跟你讲 我们知道俄罗斯央行的资产也不过3000亿美元 SART皇室在海外的钱 我估计了 光是皇室 大概就有2兆美元 那我们讲这个 我们说这个卡达 卡达的投资局 他手上拥有的部位就接近3000亿 所以 这个问题就会构成他们心里面最大的忧虑了 就我长期以来都是 以美元资产的形式在存放 那可能部分是欧元 那美国这个动作把他们吓呆了 就他们随时有可能 变成中东的孟晚舟你知道吗 中东的孟 其实 因为他在中东这些皇室贵族 除了国家的资产被扣之外 这些皇室 最难用是自己皇室的资产 我跟你讲你人在五眼联盟熟悉的国家路过 你都可能被扣押 然后资产被冻结 为什么呢 因为 你要知道孟晚舟是根据什么理由被扣押的 他只是因为跟伊朗做贸易 对不对 那这个也不是国际法 不是联合国 只是美国单方认定你不应该做了事 他就可以行使这样的一种 强制行为 那 这一次如果说 中东国家跟中国有 进一步的往来 尤其是 我们确定大概沙特跟 中国要签25年的长约 那会有一定的比例用人民币支付 对 那 我们知道之前就有卡塔尔 卡塔尔跟中国签了27年的长约 天然气 是天然气的部分 我相信这里面都会有用人民币计价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犯了美国的天调了 因为对美国来讲 二战之后敢挑战美元体系的 国家大概都被他推翻了 这名字简直是日本 利比亚 利比亚 伊拉克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会导致 共和党即将上台控制的众议院 去 本来有一个法案 参议员已经审过了 众议院还没审 那叫NOPEC 叫做反垄断法 就针对OPEC的 反垄断 如果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 那美国司法部就可以针对 OPEC 的任何国家随时 展开司法诉讼 那这个跟孟晚舟不是一样 就说他随时可以断定你用 垄断行为 比如说上次他们那个减产200万筒 美国就认为这个是垄断行为 美国经常用自己的国内法 去做国际事 这他的优良传统 优良传统 优良传统 这就是他的霸权 霸权行进 所以我认为未来 中东国家会因为这样跟美国 处于紧张状态 是 亮哥你补充喝下水吧 我先帮大家做一个背景 说明 因为 为什么这一次 中华峰会受到外界更高的关注 除了这一个 应该习近平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之外 因为包括了沙国的王初 MBS他取消了11月19号 本来要去日本的 本来要针对这个 跟日本之间的 产业合作做进一步的论坛的 这个行程取消了 所以外界有一部分的解读就是 前段时间每日 针对于中俄进行的联合的军演 为了搞好气氛 迎接习近平到中东去 所以这MBS 沙国的王初呢 就取消了日本之行 刚刚亮哥我稍微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想要透过这一次的中阿 如果要达成一些战略目标的话 对于中方来讲 亮哥刚刚特别提到了 未来推 期货的产品 人民币的资产 甚至连 数字人民币 趁这一波都有可能进一步的推动